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糖尿病仅仅是血糖有点高而已 很少关注糖尿病的并发症 但事实上糖尿病并发症才是威胁病人生命的最大的敌人 血糖值的高低是糖尿病患者的生命值 患上糖尿病后为了控制血糖 患者放弃了很多曾经爱吃的食物 比如水果 水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之一 它不但能够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 含有维生素及其他的营养 即便水果中有那么多的好处 糖尿病患者也不敢吃 甚至唯恐对之不及 李阿姨就是其中之一 不敢吃 我什么水果都不吃 因为这个水果生糖生得快 那个血糖高 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一种耐性性疾病 它可以导致各种组织 特别是眼、肾、心脏、血管、神经的慢性损害功能障碍 正常人的血糖值在空腹的时候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 如果空腹血糖超过7毫摩尔每升的时候 或者呢 就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大于等于11.1 这时候也可以诊断糖尿病 一旦被确诊为糖尿病 食用含糖类的食品就要顺之又顺了 大多数人认为 水果里糖分足 糖尿病患者当然就不能够吃了 因此李阿姨不吃水果也是顺其自然的事了 不仅如此 家里人为了配合糖尿病病人的饮食 将水果也剔出日常食品之外了 我不乱吃 这个医生让吃的我肯定要吃 医生不让吃 比如说水果之类的 我吃的很少很少 糖几乎是不吃 不到低糖的时候 我基本上没吃过糖 带糖的东西 按咱们现在的糖尿病是不能吃的 所以说我在家里尽量的很少在家里吃的配合她 很少吃一点 有时候吃水果 可能是在外边吃一点 在家里很少吃 其实像李阿姨这种情况的糖尿病家庭不是少数 为了保持血糖平稳 无奈地放弃了喜欢的水果 那么水果真的是李阿姨这样的糖尿病患者绝对禁忌的食物吗 为此我们特地请了一名糖尿病志愿者来配合我们做一个实验 高大爷是一个有了多年病史的糖尿病病人 可惜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 他的血糖基本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 我们让高大爷在上午十点半吃了半个苹果 半个小时后给他测了血糖 可怕的是血糖值到了11.6毫摩尔每升 从这个实验结果来看 含糖的水果确实能够使糖尿病病人的血糖迅速地上升 如果在血糖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 吃水果是不太合适的 因为它的含糖量确实要比蔬菜 比其他的一些食物要多 所以吃水果是需要很慎重的 因此血糖高的糖尿病病人还是要谨慎地吃水果 但绝对不是完全不能吃 如果血糖控制的稳定 也是可以适当的水用 不过要讲究方式方法 有技巧地吃 既能够吃到水果 又不至于使血糖升到病理值 那糖尿病患者到底该如何吃水果呢 一般来说我觉得在下一餐前一小时适当的吃一点水果可以考虑 但是前提就是你的血糖要控制好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吃水果要特别注意的呢 不要一次吃多了 我吃两橘子 吃撒苹果 也是不行的 通常我们比如说你病情很稳定 也没有太多的活动量 那么一天你如果一个小的苹果 也希望你分开吃 不要集中一顿吃 还有就是吃水果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要选择低糖的水果去吃 不要选择糖分很高的水果去吃 低糖的水果 比如草莓 迷糊桃 还有西瓜靠皮的部分 这些水果相对来说糖分低一些 现在更多的病人把黄瓜西红柿当做水果吃是不错的做法 想把血糖控制好 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光靠控制饮食还不够 除了管好嘴 还应该迈开腿控好糖 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病情保持稳定 另外 家人的关心也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一家人共同的努力 才能够对抗疾病的清洗 近日 第四届全国矿业工作址日 在广西苹果举行 会议的主题是 开发矿业与生态文明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开创矿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开矿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似乎是难以化解了一对矛盾 但是在广西苹果铝矿 这种矛盾得到了缓解 通过创新开采技术 科学利用土地 近年来在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与矿地和谐发展方面 长继斐然成为传统矿山企业转型发展的典范 点沿下 范